好了 随着残编医生绍响 两队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上场比赛当中 身着红色球衣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 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 客场作战的浙江队今天身着一身白色球衣 上场从屏幕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在场之后的第一波进攻就尝试打内部 这个球 主打犯张龙呢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刚才是顾斌插到了内部空档里 没有形成下地传中 21轮联赛过后 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 16胜4平1负机52分 目前暂时排在联赛榜首位置 在联赛还胜9轮的情况之下 球队已经领先盘名第二的同城对手 上海生花队达到了14分 浙江队呢21轮过后 9胜5平7负机32分 目前暂时排在16支球队的第6位 这个赛季中场联赛呢从第二名到第7名 目前这些球队之间的分差呢是只有6分 所以第二集团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刚才是在中场对抗过程当中 莫格马提江跟前杰给两个人对了一下脚 应该是前杰给出脚稍微慢了一点 踢在了莫格马提江的迎面骨上 这场比赛呢是两队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 首回合的比赛当中 狐磊梅克二度 帮助上海港队呢2比1 在客场战胜了浙江队 那场比赛浙江队是由高迪在升停捕时阶段打进了一个进球 那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这种的情况 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这边 组队排着一个433的阵型 门将位置上1号严锦麟 在中后卫组合方面的3号蒋光派搭档5号张灵鹏 左边后卫11号李文军 右边后卫4号王申超 中场的三名球员16号徐欣 8号奥斯汗以及25号穆尔范·马迪迦 在进攻线上突然的中锋是18号卢卡斯·若昂 根据两侧的是7号乌磊和24号马迪亚斯·巴尔加斯 浙江队这边呢门将位置上12号赖金锋 中后卫的组合36号卢卡斯 搭档5号刘浩芬 9名后卫20号王冬生 右边后卫19号董宇 在中场有31号顾斌 29号张家祺和8号钱杰给 出前的两名前锋 30号木屑奎和45号莱安娜多 沉浅在他们身后有意 这球传到进区内 马迦亚斯球停的不错 打到门前射门球进来 这是一次速度极快 质量极高的闪电反击战 18号卢卡斯·若昂 二次转会刚刚加盟来到上海海港队的高中锋 打进了来到球队之后的首个进球 之前他是在英冠联赛的雷丁队效力 2020的21赛季 当时他在英冠联赛代表雷丁队打进19个进球 还有7个助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击 中场来自于队长奥斯卡的一角 精彩的长船 这个位置船的很深 但是对于巴尔加斯来说 有足够的空间去处理球 第一下球停的非常舒服 观察一下中间位置之后 直接选择船中 这个球后卫和门将 这将对在后卫和门将的位置方面 都有一点点的问题 首先是两名后卫 对于这个防守人 没有能够交代清楚 没有人去贴身 其次呢 门将莱金峰 对球也是有点犹豫 又想去出前点 又想在门线上去 风堵 最后呢 卫卡斯若昂 其实这辆射门的质量 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 又洞穿了这单队的成本 反海港队这次反击的质量 打得确实非常高 跟场比赛的裁判组 主裁判是来自西安的张荣 第一助理财判来自江苏的施强 第二助理财判 内蒙古的胡乘金 视频主理财判 则是来自于重庆的金金园 这球财队员主要要看的是 中场长传那一下 马迪亚斯巴尔加斯 是不是越位 清坐生命主理财办的确认之后 这个竞选没有问题 上场比赛开场四分钟 卫卡斯若昂的中超手球 帮助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 领先了赵江苏 它是在中掌奥斯卡的长群 打到右边路 王生超助攻的幅度很大 他提将再给到王生超 一对一面对前解给 今天前解给在中场的位置 主要覆盖的是防守的左侧 所以他可能重点要盯的 就是王生超 包括沐尔和买提江 在上海海港对右路进攻 这一侧 延续的变节奏 又没有缓开前解给 大力叫一些往进区内置 第一点是张牙其中的 两支球队在二次转会 最主要的人员调整都是在外援方面 海港队这边是 把保利尼奥迈到了阿联酋的巴塔俱乐部 从英冠联赛的雷丁队 自由转会引进了卢卡斯罗 这名高中风 而浙江队则是从山盟泰山队 引进了辽纳多 辽纳多是被山盟泰山队转租到了浙江队 上面赛季他是在长征亚太效力 而埃沃洛则是被球队租借给了广西 苹果哈辽队 梁纳多在来到浙江队之后 表现非常出色 之前的七场比赛 六场先发有五个进球 一个助攻 上面赛季他在长征亚太队 有十个进球 四个助攻 所以这赛季梁纳多到目前为止 在两支球队效力 已经成为了这个赛季中方联赛的最佳射手 目前在射手板上还在守卫 鲁卡斯 上个赛季加盟来到浙江队的巴西中后卫 上个赛季初遭遇了一些伤病 但是在球队悉心的呵护之下 快速恢复 前进给 再分到左边 小范围的配合打得非常细 对球左脚想撩个弧线 但是这球呢 吃球的部位没有完全掌握好 独线没有撩出来 所以传球线路太直了一些 这是梁纳多的作用和特点 他能够在小范围之内呢 跟队友之间打起这种配合 刚才他的做球非常精彩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巴尔加斯 一下停球之后观察中路直接传 这张队呢 两名后方球员都没有盯住对方的前锋 对卡斯沃 当然巴尔加斯在这次的轻松过程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张队董宇今天佩戴队长秀标 这个传球非常危险 吴磊进去内有机会 第一下选择传球被封堵 跟进过来这球想要让到右脚在座处理 张家琪漂亮的断球 以及踩单车过掉奥斯卡 刚才这球张家琪体现了自己的能力 先是在进去内非常精准的预判 把对方鲁卡斯中央的脚下球断走 随后面对奥斯卡的上抢 一个精彩的踩单车 正好刚才转播镜头 给了一个单人机位的特写 特写奎 也却没有扛开宇文君 先接给 先接给今天主要就是盯住对方的 莫尔和买提江和巴尔加斯两个人 当然还有扩插上的王生超 这球过得漂亮 这叫传球 多亏门叫外金锋 出击非常及时 外金锋也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脚下功夫 应该说这场比赛从比赛一时呢 两支球队踢的都比较放松 往往这样的场面 运动员这样的状态能够踢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大范围的转移球 转得很准 第一时间投球摆到中间 木屑奎稍微有点等球 脚状态非常强硬的防守 再给他右路 文里的传中 一下解围没踢远 木屑奎 就停下来之后 给到外围的队友来脚远射 哇 这脚球打的质量很高 部位吃的比较准 来自于二十二号乘进的射门 因为乘进身前 这个区域比较空 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整 这个球其实压得已经不错了 稍微偏了一点 如果打在门号范围之内的话 将会给杨俊龄带来很大的卡电 乌卡斯罗昂今年二十九岁 来自于安哥拉的中锋 他的身高达到一米九三 体重八十公斤 由于常年在英冠联赛效力 所以他的身体对抗能力 是非常强的 他从2015年开始 就一直在英冠联赛效力 效力可包括谢法尔德 星期三 布莱克本 以及雷丁 在引进了卢卡斯罗昂之后 海港队呢 也正式放弃了 赛尔内加尔的中锋 恩迪亚耶 大金锋的脚下处理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河迪亚耶 在中场他的身体对抗能力 他的防守硬度 他的脚下攻速 就是相当的出色 又是张佳琪 这次抢投球 非常的强硬 非常有侵略性 直接把 听众跟他对抗的海港球员撞翻在地 阿尔加斯说 对方这种假手丑的动作 张龙的意思是 我看得很清楚 他用头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摄像机来看 张佳琪刚才确实胳膊肘 打在了莫尔和买奇江的面门上 阿维尔呢 在他的直较生涯当中 此前三次面对桥底 全部取得了胜利 包括上个赛季呢 率领河南队 两回合呢 双杀了这单队 这赛季第一回合 又是凭借无垒的梅卡尔杜 在客场2比1 选取三分 这赛季第一回合呢 布卡斯 在目前浙江队的体系当中呢 球队中场的几名球员 他们的站位非常的灵活 除了张佳琪呢 处在比较固定的脱后位置上 像顾斌 前姐给和陈进 三个人的位置非常的灵活 哈比尔今年57岁 他是在2018年的11月份 当时作为小克鲁伊夫的助教 跟随小克鲁伊夫呢 来到中国 随后呢 两次执教 河南松山龙门 上赛季带领河南队呢 排在联赛第六个 这个赛季接手了 上海海港队的教编 从这个赛季整体情况来看 海港队这次换帅工作 做的还是相当到位 还是起长船 再找巴尔加斯 落路 巴尔加斯观察之后 还是直接船出 这次蓝金风的出击非常及时 赛季风今年25岁 他的身材并不高 官方报名身高呢 是1米85 但是脚下非常快 奥斯卡再给李文君 没有太好的机会 还是转移到走路 走路的传统球 又到了巴尔加斯的脚下 浮现球传到中路 头球攻门 吴磊 看看第一助理裁判 施强应该是举棋 是以吴磊越位 吴磊呢 之前已经打进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确实这个球 越位还是比较明显 之前呢 吴磊已经是打进了 127个中超联赛的进球 根据官方的统计啊 埃克森 之前呢 有说他的总进球数 是127 但是更加精准的数据呢 是128 主要的争议在于2016年 当时埃克森效力上海海港队期间呢 1比0战胜广州福利的比赛 我一个球是打在他的腿上之后 弹进了球门 大部分的统计 还是把这个球认定是埃克森的进球 这样的话 他的中超总进球数是128球 那吴磊现在是127球 所以埃克森应该还是目前中超联赛的射手王 但吴磊打破这个进球数字 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还是健康身体 有蓝筋中及时的出击 重进 古宾 跟兰拉多尝试做小范围的传接配合 没有能够打成 海港队的反击 奥斯卡托到右脚 还是传给后插上的戴尔加斯 边路一对一 巴尔加斯右脚直接传球 吴磊调整之后的打门 这脚球没有吃准步 这张队的防守球员 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的时候 因为巴尔加斯已经三次 直接选择传球 所以对于这张队的边路防守球员来说 在防巴尔加斯的时候 要尽量压缩他的传球空间 贴得更紧一些 当然如果贴得太紧的话 有可能会被巴尔加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 和假定做给破掉 但防守班必须要做一定的改变 和我最爱是 杨尔加斯是 不止不能肯定 消防 不止能肯定 个我宣词 你们都是这种 叫做宣词 S真的很安逆 不止能肯定 孟杰奎现在回撤的位置比较深 孟杰奎斯代球过了半场 给他莱纳多 看球连路的传统球 这球太快就能降了 但孟杰奎这球拿下来之后的射门 球竟然没有打进 而且餐厅也没有名上 出罚出罚门降犯规 这球沐血奎在门线上的射门 被李文君神勇的挡出 门线就显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球正是错进错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下船中的这球比较高比较飘 看上去可能会被严俊龄拿到 但沐血奎呢突然从半路杀出 随后把球卸下来之后的射门 被李文君神勇的挡住 林俊龄确实也不能大意 队前球再传 这次的投球 世大力尘 本期稍微高了一点 孩子于卢卡斯的投球 这赛季呢 上海海港内是搬进了上汽浦东足球场 这座新的球场 这是上海市第三座专业足球场 能够容纳三万七千人 刚才又是一个近景的画面 再来看一下李文君精彩的门线就像 主张队走平后位 二十二十号王东升 今年二十六岁 二十五岁 乌磊速度追上 中路比较空抗 乌磊怎么来处理 自己想打近门铸 但第一座的裁判 思强还是延迟举棋 案发乌磊越位 这球非常接近 乌磊应该还是越位了一点点 主张队今天后旁线的站位偏前 所以海港队也是多次尝试打身后 包括他们那个进球得分的那个球 也是通过中场的长存打身后 我巴尔加斯创造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主攻得有多分 两大多 这些接的不错 对我的位置没有跑开 在传到右边 不限球的传中 我们今年这球摘得很稳 我们今天看着我们的权益 因为我们访过要纳统 点智 这些重别的传中 这些重别的传中 是什么 打招全 打招本 打招然后 还是有多周 是有多周 是辛则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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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是20十五位 ron之一 上场比赛的时间过半 虽然比分上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 没有算是1比0领先浙江 但是场面上双方互有攻守 甚至浙江队创造出的 有威胁进攻机会要更多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浙江队不但门将赵博是吃到红盘 封线上的老将高迪 也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这对浙江队的进攻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这段时间海港队将他们的整个阵型往回收了 胡磊和若昂两个人们 现在回车的位别比较深 浙江队的断球 西线 先给他后方线 还是强行要找木屑奎 拿下来就会把铭远射 这脚球打的质量很高 这是31号顾宾的射门 这个赛季在乔迪新打造的体系当中 其实给了顾宾和陈进很大的自由度 感觉人今天各自贡献了两脚质量很高的打 这里的一个方式 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支持者 我们都是难除的 我们阻止磊 我们都还有对我们一种 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是自贤 现在急着长传 过滤之后 前击凯还是能够把球给追上 我们顺便的传统球 一切奎 这球第一时间就想做给队友 又是在外围 呼兵抢到了二点 这脚顺门的比较仓促 今天这场比赛 同样是有补水暂停的环节 双方球员可以稍微缓一缓 弗兰克今天暂时在T5C待命 弗兰克是浙江队的第一队长 今天在T5C上还包括了另外一名外园埃斯拉 电脚手 电脚内是快乐子 电脚签 电脚 电脚 潮堤的助手是哈维亚阿尔玛萨 也是利用这次 水暂停的时间 跟场上的泽热门的进行沟通 水暂停的时间 船船球低点并没有能够解为远 沐雪葵中二点的过程中给了张立鹏很大的压力 沐雪葵虽然已经35岁了 但是他这个赛季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 每个赛季的效率都非常高 只要给他足够的出场时间 他都能够贡献两位数以上的进球 这下回转球有点危险 水暂停奥斯卡成功地把球摘出来 马迪江 而这个球传得不好 这是一次非受迫性的传球失误 上海海港队呢 在上轮是客场5比0 大胜青岛海牛 球队目前的状态非常出色 无垒包括今天在替补席的伊萨卡龙 那场比赛呢 都贡献了两船一舍 而浙江队上本比赛则是主场1比1 占平和南通之云 那场比赛呢 沐县奎是错失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球队的进球 是张家琪被动 通过脸部 把球挡进了对方球面 的阶段比赛 成功的断球 咱们员示意比赛继续 让奈多调整之后外围直接发泡 这点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幕志愿 转过上来之后 巴尔加斯已经在他的身后准备好 我得示意巴尔加斯不要这么着急 好不容易获得球权的稍微稳一稳 这下突然的上抢 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犯规 但是前面并没有吹 巴尔加斯非常不满 巴尔加斯这些没有能够断道 巴尔加斯也是在赛季初的时候 跟主帅哈维尔之间有一点点小摩擦 被停训停赛了一轮 之后巴尔加斯从今冷静回来 他在球体当中还是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下看出来 罗卡斯组网这名球员的脚下还是稍微慢一些 边网斯卡 贴他贴得很紧 而且可以及时过来帮助对手防守 再往左路敲 让孙超经验非常丰富 对方即将抢上来之前 一个跨步 先卡住了有力的位置 这段时间呢 产品员的判斩让双方的教练组都不太满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犯规 我们现在被断球之后呢 直接从身后抱住了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对于刚才这球没太很不满 还是走地面 再给杜宾 找准备后外面的远射 这脚左脚顺门的没有压住 今天确实感觉自己脚感比较顺 但是乔迪对于顾宾刚才这球的处理不太满意 乔迪今年59岁 他是 在拉玛西亚清训营 非常有代表性的毕业生和教练员 作为拉玛西亚清训营的教练 曾经是培养出了像巴尔特拉 罗贝托 穆尼尔等等一批非常优秀的球员 都在巴塞罗纳的一线多立足 图卡斯 前几给 从乔迪一下呢 反击的节奏就慢下来了 阿满队在前场抢得很凶 球权还是被这段队留下来 乔迪呢 当时来到中国的首站 是指教当时的青岛黄海队 一下把那支球队打造成了中甲联赛的巴塞罗纳 一度差点能够冲上中超 整个踢法是非常好看的 但在球队成功冲上中超之后呢 乔迪突然离开了球队 当时那支青岛队的打法 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非常成功的一次断球 这球还真没犯规 我们上左脚船 机会还有 再传到前点 那些鬼呢 并没有去抢前点 前进给观察之后再起 一零出击 有机会张家琪直接打门被封堵 拜加斯刚才这次封堵非常关键 乌迪来推进球队的反击 乌迪带球 咸没挤走 轨到卢卡斯 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 卢卡斯网 应该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他是有意识的看到对方的中后卫卢卡斯 压上 他往回撤的这一步稍微慢了一点 嗯 这个球传的落点不好 解围数 海上这也是八次 这间这也是四次 这个数据也直接反映出 这间队确实给海港微阔防线 施加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郭神超 主攻上来 一球停的不错 看接下来的传球 没有兜住 直接出了底线 海津峰也很有经验 路口水稍微缓一缓节奏 嗯 曾经带多了一步 二家四把球给断了 海港队继续留下了球权奥斯卡 再分给吴磊 一对一的机会进去那走外线 这个球铲得非常果断 没有犯规 确实铲到了皮球 五号刘浩帆 刘浩帆这一次一对一的防守非常勇敢 刘浩帆呢出生于2003年之后 19岁的小将 刘浩帆 给他拉开空间之后的船中球 想要找木屑魁 没有能够联系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进军内的这次一对一 刘浩帆面对吴磊 吴磊经验其实很丰富 这球呢 首先看到已经闪过了半个身位 然后吴磊呢 马上就有意识的先把这个有力的身位给护制 刘浩帆非常果断 也非常勇敢的下地放场 铲得很准 如果再让吴磊到这么一步的话 可能就能够拉开射门的空间了 前场断球 就是这张队的机会 前场三打三的机会 那边再给 右脚再传 来木屑魁投球攻门 球进了 漂亮 这张队这是木屑魁标志性的进球 泰山压顶的投球攻门 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35岁的木屑魁 力压海港队的两名后卫 帮助这张队颁平的比分 这张队的左边后卫20号王东升 他的左右脚传球能力都非常强 他的主力脚是右脚 这是他在后场的断球 最后交给莱安娜多 然后马上一个反差 托到右脚之后 这脚传球的质量非常高 木屑魁呢 正好在对方两名反射拳中间 按说这个球啊 徐欣也应该去顶一下 或者说喊一下 因为木屑魁在张丁鹏的身后 那就可以再次用自己标志性的投球 帮助这张队颁平的比分 进球还在等待视频处理裁判组 最终的确认 没有问题 进球有效 上场比赛第42分钟 木屑魁的进球帮助这张队单平的比分 双方现在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看上比赛来到最后阶段 今天呢 应该也是有相当数量的客队球迷 也就是这张队的球迷 来到客场为球队助威 听到进球出现之后呢 很大的声浪在高喊木屑魁的名字 现在给的协长传 好 这下球直接找到了吴磊 漂亮的转身到禁区内 有身体对抗 看看这个球 主裁判张龙第一时间判罚了点球 刘浩帆在跟吴磊的第二次对话过程当中 还是想用相对比较有侵略性的防守动作来限制吴磊 但这次吴磊确实在身位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这一晃直接把刘浩帆甩在了身后 随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呢 双方身体接触 吴磊倒地 左裁判张龙吹罚了点球 咱们再说稍等 稍等别说话 我再听这个视频主理裁判的确认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身体对抗身体接触应该是非常明确 如果是肩膀对肩膀 那这个球可能还另当别论 看看咱们怎么去认定吧 目前正在查看这个点球 是否是一次罚球区内的犯规 吴磊这一下体现了自己的经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应该是确认完毕 点球没有问题 主材犯张龙的 像 意见比较大 坑一比较激烈的木屑锅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样就应该要由奥斯卡来主罚这个点球 奥斯卡对阵赖金锋 看看金锋今天 平中说命出场 能否再度帮助球的立功 奥斯卡 助跑 打门 对球赖金锋判断对了方向 奥斯卡 阵赖的位置非常刁钻 奥斯卡在上半场比赛 结束之前 为奥斯卡点球 帮助球队再度反超比分 2比1 这个进球是奥斯卡本赛季的第8个联赛进球 奥斯卡现在的联赛 进球和助攻的数据是8个进球 9个助攻 这一赛就有希望实现两双的数据 奥斯卡状态 奥斯卡状态最佳的是在2018年的时候 2018赛季呢 当时为海港队打进12个球 还有22个助攻 非常恐怖的数据 这个赛季呢 奥斯卡有让再次实现两双数据 进球和助攻都上双 因为刚才视频主理裁判的 确认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上半场可能还会酌情 再多补一会儿 鞋上转 而且可以这球想要一让 进球和组合的了 他们将在club得在 中央点资格 扰也及了 进球和尸体 是什么 进球和尸体 打以后 大丸体 进球和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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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成功的把球给稳下来 后场打长船 找木屑回到头顶摆下来 第二个点还是蒋光泰控制地 前面明少吹罚了 哦 这时候前面应该是明少 吹上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在上部场比赛当中呢 上海海港队暂时是在主场2比1领先浙江队 我们稍微休息过后再来关注两队下部场的比赛 好了 随着主材伴张荣的哨响 双方下部场比赛已经开始 在下部场比赛当中 两只球队一边在战 冲着红色球1 从右向左进攻的是上海海港队 中间队的白色球1 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 哦 看到孙中奥上场的是换下卢卡斯 弗兰克上场换下了成绩 在防守端和进攻端 浙江队这边呢都做出了调整 而海港队这边呢 下部场做的唯一的换人调整 是蔡惠康上场换下了木肉和马迪江 它是要加强在中场的防守 完结能力 从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 虽然说比分上上海海港队是领先 但是呢 在整个比赛的场面上来看 各场作战的浙江队呢 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他们在创造的威胁进攻术上 甚至要多于主场接战的上海海港 据述统计方面呢 控球率方面 浙江队是61.7% 占据绝对的优势 上海场比赛呢 浙江队完成九角射门三角射政 取得一个进球 而海港队这边四角射门两角射政 取得了两个进球 进球效率方面呢 海港队这边更高 但是浙江队呢 在各项数据方面 特别是能够体现在场面上的这些数据方面 都是要领先于上海海港队 整个上半场比赛 双方踢的还是相当热闹 场面非常精彩 在上半场比赛哨声响了之后 双方呢 还有一波小小的冲突 但是主要是针对于产品人的一些判法 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包括像浙江队上前抗议的李提香 还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从乔迪在场边的这种状态来看 他应该是对于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想法 希望能够从客场最少要拿一分 这些球队全在场上的情况 要求非常严谨 海港队这边重新把球给摘出来 奥斯卡 战场米赛的奥斯卡送出了一次精彩的进球测动 并且战场结束之前打进了一个点球 文君在给进球之内 小范围之内还要做配合 这球打得太小了 尔加斯最后想给吴磊做一个机会 但确实各个空间打得太小 尔加斯这段时间是来到左路 跟吴磊和奥斯卡形成了三人的进攻小组 专门比赛的吴磊是为球队创造了点球 由奥斯卡主伐命中 这脚球端得漂亮 吴磊抢到身前 直接想要往门里掉 哇 这个球吴磊非常有想法 看到门将站位之后 再加上自己所处的位置 吴磊是第一时间选择了掉门 但看到助理裁判 举其失忆 吴磊跃位 哇 这球确实咱们看得还是比较准 低球的整体没有出边线 这球挺高 跟它却挤得非常有限ALL 木屑鬼 今天木屑鬼的竞技状态非常出色 木屑鬼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了 木屑鬼想要快发这一球才能吹停 他双方手上动作都不小 江林彭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这是比较远的认球直接选择了攻门 来自于前节给的讯门 江林彭情绪控制的 给到右边 阿尔加斯应该是没有越位 直接要传远端的吴磊 传投线程比较长 人家有充分的时间出击 前球来一下 今天海港队打的非常好的一点是在于他们游手转弓的这个环节速度提的非常快 打的相当坚决果断 这也是哈喀尔来到球队之后对球队一个重要的要求 虽然双方的教练员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教练 但是他们对于整个球队计战术的打法要求还是有所不同 乔迪呢之前无论是在青岛队执教还是在浙江队执教 他都希望能够把这种短传渗透传控的打法 比较细腻的打法 贯彻到球队的比赛当中 而哈喀尔呢 无论是在荷兰队还是在海港队 他要求防守 一定要先坐稳坐好 把这个篱笆扎牢之后呢 然后通过这个高质量的快速反击 给对手制造一些危险 给对手来致命一击 这些轨给到右路 右脚的传球 这个球 31号顾斌没有传好 顾斌呢是左脚球员 所以这次传统是使用他的右脚 让他能够把球给兜住 前面示意呢 有力进攻比赛继续 前面场比赛 海港队这边呢 相当于是在整个站位方面 有一些变化 右边路比较空 这是个机会 王神超打到中路 门前混战当中 又是楼卡斯热昂 在混战当中抓住机会 轻松推射空门得手 这场比赛两个进球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进球中也是做了一个 中国功夫当中 表达这个感谢和千功之义的动静 抱拳的这个动静 卢卡斯热昂今天两个球来得太轻松了 这次还是海港队在右边路找出机会 巴尔加斯的内切 吸引了浙江队足够的防守坠立 右边路一大片的开阔地 王神超这个球呢 也并不贪功 之将对中路两名防守拳人家门将 都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最终是让卢卡斯热昂 简陋得手 今天这两个球进的太轻松了 当然这也体现了一名优秀前锋 在门前的那种秀景 这个球一进呢 双方的分叉现在是来到了两个球 海港队三比一领先 这样一来的话 队场作战的上海港 还会疑问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 在大幅地向他们清醒 而对于浙江队来说呢 浙江队来必须要全力以赴 在精英队尽快地去 争取取得来进拳 让比赛的悬念继续下去 人家骑这个球队带多了 奥斯卡 无赖在前插 奥斯卡先回到卢卡斯热昂 再往边路分 奥斯卡一对一 应对顾宾的防守 奥斯卡传球 无垒 球一停 这关队的反击 弗兰克 接到边路的莱奥纳多 莱奥纳多走底线 弗兰克 莱奥纳多 球还在浙江队的控制之下 弗兰克 小角度直接打门 漂亮 这是一条世界波 弗兰克的重炮 轰开了海港队的进门柱的位置 林俊玲 这个球确实也没想到 打得非常突然 吹大力尘 踏着球门力柱的内侧 打到了上网上 这个球绝对算是平地起一声惊雷 弗兰克这个球帮助球队追回一球 在刚刚丢球不久 马上追回来一个 这次也是海港队 吴文君和张林彤两个人 对于这个球一仗 两个人都没有去抢这个球 去抢这个位置 结果让弗兰克 有了非常充分的处理球空间 这球打的质量确实高 可体现了弗兰克 相当扎实的基本功 这球是从一个理论上 无解的死角给打了进来 这是本赛季弗兰克联赛的 第三个进球 这场比赛确实场面 非常的精彩 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浙江队这边再做人员调整 换上了10号李提香 从场上位置来看呢 好像是换下了顾斌 同时埃夫拉也替补出场了 几场船来纳多 就有机会 埃夫拉调整之后扣过来 右脚打门 想打进门柱 没有能够打在门框球队之内 比较比赛呢 这段列确实拼就十足 一路由这段了 两路由 capable的 避免大 ago 就有一人都会 避免大早 三路由 三路由 大早 二路由 三路由 十三路由 两路由 四路由 一路由 三路由 海港队下半场比赛 在换下莫洛和买提江换上蔡慧康之后 我们球队现在是辩阵一个4仨 卢磊和卢卡斯路亡两个人是组统前锋 锋线的组合 射门数呢 海港队五角射门三角射政 三角射政全部取得进球 这招队的射门数要比海港队更多有11角 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呢 特别对手 海港队两个边路是巴尔加斯和奥斯卡 网克再给莱娜多 观察队友的位置 武谢奎 投球先顶到低点 要落点往生超的大脚解围 先借给 浙江队呢 是换下了张家琪和顾斌 换上李提香和爱弗拉 进一步加强进攻 东宇 起左脚船中这球没有踢起来 好的 虽然说上的稍微有点猛 但还是对于线路判断的很准确 李提香 再分左边 埃弗拉 地球被对方的两人防守给限制住了 大尔加斯推进快速反击 乌磊高速前叉 远端还有卢卡斯 乌磊拿球之后直接打门 海金锋做出了关键的扑救 这个赛季海港队 他们的反击质量非常高 乌磊这个球想要打一个穿当球 有了奥斯卡在起 还是脚球 被莱奈多挡住 侧里山 WWE 这边追发的是攻防权奋规 赤页 前面追发的是攻防权奋规 螺 top 球停得非常漂亮 弗兰克 一时间找莫歇奎 投球点下来看二点 梁娜多控制下来给里提枪 调整之后再做回给梁娜多 外围直接打门 这叫球 吃球的部位很正 但是角度也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任俊玲不敢怠慢 单拳把球打出禁区 前击给角球开进来 弗点不错 投球攻门 球进了 弗兰克 下半场比赛 替补出场 没开二度 帮助客场作战的 浙江队扳平了比分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浙江队从落后到扳平 到再落后 并且落后两个球 现在再度追平 这场比赛 确实浙江队踢得非常顽强 面对临赛领投阳海港队 这场比赛 浙江队从一上来 就拿出了十足的拼劲 而且乔迪 今天的人员安排 也是很有想法 多名主力球员 都是在下半场比赛 在上来 留足了后手 接下来就看海港这边 哈维尔怎么去 去接招 能不能 把现在势均力敌的局面 再度掌握到自己的手中 再度反超比分 最近球还在等待 视频主理裁判组的 最终确认 这球看上去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哇 好像是 好像是 在越位的位置上 可能会干扰到门匠 哇 我们要到场面去看一看这个情况 如果这球被吹掉 就感觉比较遗憾 这球顶着 确实非常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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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在越位位置上的埃夫拉 有没有影响到严峻林的铺就 这是参与人需要最终做出裁决和认定的情况 看看主裁判张龙最终的判罚 判罚进球有效 判罚进球有效 这样的话这将会非常顽强的翻评了比分 开港队这边也是有教练组的成员 因为抗议裁判的判罚吃到了黄牌 比赛现在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看接下来加上上丁补石将近30分钟左右的时间 比赛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 这段对赛经过了换身调整之后 现在是前场四名外援四箭齐发 中场是前阶给和李提香两个人来打理 哈维尔下场比赛还没有再做出人员的调整 看他接下来怎么去应变 浙江队目前的这个阵型和阵容呢 攻击力非常强 但是呢一旦在中场丢球被打反击的话 他们的后防线也会非常脆弱 一提香的传球想要找木屑魁球卸下来停得漂亮 跟进大门这脚球弗兰克将低时间不停球直接打 难度非常大 已经处理的不错了 但是很难发上力 这球要想把球给控制好 脚弓把球包住 打在门口范围之内的话 就很难去发力的 好 场边看到海港队这边准备连续换三个人 李昂 伊萨 卡龙 包括 后防线上的李帅 三名球员呢 终于都要准备替补出场 阿弗拉 马车领下来 转口给到李提香 转口给到李提香 这是很明显的 在身后的勾脚犯规 简直给体能消耗很大 有点抽筋 这场上终于出现了四球 这样的话海港队可以完成换人了 李文君被李昂换下 瓦尔加斯呢 被伊萨卡龙换下 要连换四个人 李帅上场换下了前锋 罗卡斯 洛昂 罗卡斯洛昂今天上演了梅卡尔杜的好戏 这场比赛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 还有一个换人要完成 斩面刚才应该是位阵 不准备要踢得出场 被阵上场换下了中场的虚心 连续了四个换人调整之后 我们看看 海港队在场上怎么去占位 海港队现在应该是变阵车 每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 这一下中场的放产动作很大 这阵刚刚上场就吃到了一张黄庞 产翻了李提香 海港队的三中卫是李昂张林鹏和蒋光泰 左边一位李帅 右边一位王生超 在中场有魏震和蔡惠康 进攻线上 吴磊奥斯卡和伊萨卡龙三名球员 这是目前在快人调整完成之后 海港队目前产生站位情况 那位直接打远射 这个坏人调整最主要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能够限制住对方前场四箭齐发 四名外援 连续去策动攻势的这样一种趋势 同时呢 把吴磊伊萨卡龙几名快马留在场上 打反击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能够发挥作用 就像对这边呢 编后卫20号王冬生 体能也消耗殆尽 出现了抽筋的情 自己缓一缓 应该感觉能够缓过来 随着两千块 随着三千块 男人是水公号 节奏 然后再来 搞好了 里面 有妹 不得一样 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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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 没开二度 这场比赛 浙江队如果能够从客场拿分的话 弗兰克绝对是最大的功臣 乔迪也是对于他的使用非常谨慎 今天这场比赛 让队长弗兰克下半场比赛上场 阿贝尔的球队之前刚刚取得了三连胜 三连胜期间打进12个球 只丢了一个球 如果算上只算中超联赛的话 球队之前已经是六连胜 六连胜的势头会在今天被终结 控球率方面 浙江队一直是领先 最近十分钟之内 他们的控球率更是达到了80%以上 传球和向前传球的次数 传球数呢 浙江队基本上要达到海岗队的两倍 向前传球次数也更多 但在哈贝尔的带领之下 海岗队这个赛季 浪场比赛当中 对于这些数据呢 并不是特别看重 他们看重的还是结果 这是海岗队等待的反击机会 李迪香 曾经缺乏了吴磊的首球犯规 算上这场比赛呢 上海海岗队接下来将会连续三场比赛 都在主场作战 风铭站浙江队梅州客家 而在8月22号呢 亚冠联赛的附加赛已经打响 海岗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巴吞联队 他的面对是来自于泰国的球队 赛离今天在场边 对于场上的每个细节 打控的都非常的严苛 这也是他希望能够在客场拿分的一个表现 场上又有浙江队的球员出现受伤 比赛再度暂停 看上去原本浙江队是准备要换人 但球员队一都认为没有问题 这个换人可以不需要进行 在场边呢 三号王阳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王阳上场之前被出了张黄牌 李扬枪直接往前给 两个点再接应 李扬上来之后呢 发挥了错误 这就是换人之后体现出的作用 对方这几名外援联合起来 一起对防守端施加压力 再加一名后卫确实能够更加的保险 刚才如果只有两名后卫 中间形成二对二的话 局面真的是不太好说 好 场面还是完成了这个换人 王阳上场 换下了五号刘浩芬 整场比赛常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 李西湘把球分给了埃弗拉 快速转移 给了木屑奎 送我前给 梁纳多这边非常空 梁纳多的机会 小角度再向倒三角传给弗兰克 梁纳多最后犹豫了一下 感觉角度比较小 没有选择直接射门 其实他身边的防守圈离他还比较远 梁纳多也是一位典型的团队型球员 当时山东泰山引进 他也是希望能够丰富球队的进攻打法 但是确实跟山东泰山整体的打法 没有办法很好的契合到一起 这个赛季租借到两支球队之后 都有非常上加的发挥 这弗兰克直接打远射 哇这脚球打的质量非常高 擦着球门衡量出了底线 林静灵今天已经多次经受对方远射的威胁 这脚球已经压得不错了 这将对处理球要更加的果断一些 刚才又在后场有点玩火 就是送给边方一个角球 双方球员在场上斗智斗勇 对于裁品员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比赛到了这个时候是最要劲的时候 3比3的比分 比赛来到最后时刻 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决定比赛成半 奥斯卡把球踢进来 门将出击 没有能够把球给摘下来 空门了 可惜是叫蔡维康的顺门打偏了 爱金锋刚才的出击没有能够把球给摘下来 多亏队友先补了一脚 把球往外解没了一下 这球确实非常危险 还敢对没有把握住机会 伊萨卡路上涨之后 他那一路还没有获得太多的空间 发挥他的速度优势 奥斯卡漂亮的人球封过 节奏一直在变化 尝试在找队友 这下也没有能够联系上 这段时间双方动作都不小 李昂是对木屑奎有一个 很有侵略性的防守动作 木屑奎掩面倒地 这下木屑奎倒地的时候是 应该是头撞在了地上 喝了一下后脑上 有些动作的慢镜头看上去可能影响不大 实际上对运动员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很多反对这个视频助理 调判反对录像回放 就是比赛的一个原因 就是慢镜头之下 很多动作可能一些 不是非常严重的动作 看上去很严重 有一些对运动员伤害很大的动作 看上去则没有那么的严重 凉上来之后 主要就是扛木屑奎这个点 体能充沛 这一下防守确实很有侵略性 比赛重新恢复进行 而且可以经过第一的查看之后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杨纳多 先塞 东宇 等待队友的支援 埃弗拉 赶紧把球摘出来 一提箱 传中 经过反弹之后 这球被严峻林没收 这球 直接又交给了浙江队 迪香 再给了埃斯拉 也许假动作又陷入到两人的包夹之下 看看反击的机会 伊萨卡龙上场之后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 能不能把自己的速度又是发挥出来 给到后上跟进的奥斯卡 没有射门的空间 再给 王生超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 走外线 前几个给足了身体对抗 防守今天很征服 上走一把之后马上撒开 这次五磊选择做球 参面吹发五磊越位 这是五磊的特点 一直游走在越位线的边缘 这次五磊越位线的边缘 这球呢 南纳多是从越位位置参与到进攻当中 第一助理裁判诗响 吹了它 全场比赛的成功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 这将对重新拿回球权 所有这下五磊 没有能够把球给断下来 才别再掏后裤兜 向孙正奥出示了红牌 这个球应该是孙正奥在 即将被对方断球的时候呢 一会我们通过板凳头来看一看 是不是手球了 我们来看 这球五磊逼得很紧 孙正奥自己没有能够把握好 用手把球给捞了回来 这个红牌一点不冤 最后是用手把球往回捞了一把 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标准的红牌 当然孙正奥也是用红牌的代价 延缓了对方进攻的脚步 防止出现单刀 并且没有给对方点球 只是一个进去外的认一球 看这些认球的位置 对于奥斯卡来说 可以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认一球功夫 包括梁昂的左脚 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这个距离来尝试 小林普时有五分钟的时间 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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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 在这些车 Joker 有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一个任意球的驻罚 奥斯卡和李昂站在球前 奥斯卡来踢 打在了人墙上 伊萨卡龙想要搅球 这球并没有能够如他所愿 阿纳多 伊萨卡龙两个人在角球区附近 最终球权应该是归属于浙江队 伊萨卡龙一个人在角球区附近 这将对最后是个少打一人 他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 就像手下的一分 现在全线退防 穆歇奎已经来到后防线了 打中后位的角色 这个球奥斯卡传的不太理想 如果这场比赛主场被浙江队逼平的话 那么海港队临赛的六连胜将会被终结 还在浙江队这边 虽然是 先来看一下这次浙江队的进攻 进区内 梁岚多还在抢 上面明哨吹罚了点球 比赛最后时刻 高潮迭起 这是梁岚多自己拼下来的一个机会 蒋农泰赤到防盘 这两队最后时刻少打一个人 但是梁岚多拼下一个点球机会 我们一会儿再来通过满镜头回放 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是比谁的脚更快 这一下看看梁岚多是怎么倒地的 蒋农泰确实身后有一个很明显的踢人 场面的摄像机也正好记录下了 浙江队替不齐的反应 卢卡斯非常激动 这个判罚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首先梁岚多身位上占优 蒋农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踢人动物 梁岚多的小腿在刚才的慢镜头回放当中 很明显的是被踢到 浙江队呢 在接下来将会有连续两个主场的联赛 以及一个主场的亚冠比赛 联赛对阵青岛海牛和大连人 亚冠的附加赛将会对阵来自泰国的泰港队 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还在进行确认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看上去浙江队这边要由艾弗拉来主罚点球 过去五次点球的主罚命中了四个 有一次打这个靠近左侧的位置 被扑出一个半高球 看下今天面对袁俊玲艾弗拉 这个球打进就是绝杀 关键的点球 艾弗拉助跑大门 严俊玲把球扑住跟进捕射球进了 最后沐谢奎的捕射把球打进 严俊玲可能是最郁闷的那个人 他扑住了对方的点球 但是没有队友去防对方可能出现的这个捕射 沐谢奎通过捕射帮助球队打进了这个绝杀进球 这就是他的经验 本场比赛 沐谢奎没开二度 上停捕射第七分钟 帮助浙江队打进了这个球 这场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 非常的精彩 当海岗队的球员都在关注这个点球主罚的时候 沐谢奎已经做好了去捕射的准备 他第一个冲了进来 这个球太有戏剧性了 严俊玲无比的郁闷 判断队的方向铺住了点球 但是被对方捕射破门得手 车江队这场比赛他们全体 整个队伍上下 整体出色的表现 确实也配得上目前这个比分 港港队这边主要投诉的 或者说希望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 就是看沐谢奎有没有提前进入到罚救区之内 但是并没有介入 并没有介入 这应该不在视频助理裁判判罚的这个范围之内 小林布市原定有五分钟 现在已经踢到了八分半将近 这场比赛的希望进球数值 海港队要更高一点 他们的射门质量要更高 比赛还没有结束 海港队还有进攻的机会 比赛的转中球 马力在顶 这个时候主创办张龙是给了海港队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这可能是上海海港队最后的进攻机会 奥斯卡来处罚 第六点头球被弗兰克顶出 南大多外脚被向前撩 队友努力的向前奔跑 但确实跑不动了 刚才那个期望进球数值应该有些问题 这段队这场比赛 上述之要比海港队更多 机会在后点 哇 木屑奎 最后时刻充当了 后防线定海深圳的角色 破坏了对方后点 伊萨卡龙可能形成的顺门 海港队再来船中 后点空了 吴磊大门 这个球吴磊没有把握住 后点两个人都空了 对方队相对的防守也出现了问题 明显的漏人 他这还在给时间 比赛已经踢到了100分钟以上 还是给后点 吴磊摔倒在禁区之内 才能示意让吴磊起身 并没有点停 5分钟的上停捕石 现在已经踢到了11分半 这将队的球迷迫切期待着 中场哨声响起 而海港队的球迷呢 则希望在比赛最后时刻 还能够有奇迹出现 从两个角度的漫妮头回方来看呢 看不出来 吴磊和李提枪之间有特别明显的特别明确的身体接触情况出现 李帅因为强烈的抗议被出示黄牌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西安足协的张龙 这边 李帅啊 情绪有些失控啊 这凳子有点太大了 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如果输掉了比赛 又自己被红牌罚下的话 就得不偿失了 李帅刚才的防守动作呢 很明显是有些情绪失控 哇 这个动作是直接冲人而去啊 一个扫挡腿 李提枪也是第一时间呢 为队友打抱不平 这个动作没有防牌吗 好像还要等视频助理裁判去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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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张黄牌是给了替补主场的王阳 刚才李帅的这个犯规 好像已经经过了查看已经过去了 李帅逃过了自己的第二张黄牌 是这张队的王阳吃了一张黄牌 王纳多在角齐区附近控球 5分钟的上天补驰现在已经要补到15分钟了 好 这个时候主战犯张龙终于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在2023年中华联赛第二十二轮的比赛当中 上海港队是在主场三比四输给了浙江队 结束了自己的六连胜 而在明天晚间时段19点30分 我们将继续关注武汉三镇和上海生花 中场第二十二轮的较量 希望您继续锁定赛事频道 好的 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